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冲突或真实这样的一个方式 而是创造他们可以合作做一点事情的方式 比如说他们合作一起打扫房子 合作洗碗 对不对 合作帮忙晾衣服 晒衣服 创造这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孩子就会在这种互动里面去找到 原来我们可能有一些竞争 但是我们又有一些合作 所以孩子就会从这里面去学到 怎么跟兄弟姐妹跟手足相处 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也要了解 每一个孩子他都有独特性 所以爸爸妈妈也要去 让这个孩子他的独特性被接受 所以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想 我对你们都是很公平的 全部都是完完全全公平 父母不需要去达到公平 父母要达到的是什么 要做因材施教 因为没有办法公平的 我跟手指头长得不一样 但是如果这根手指头需要 这个帮助 另外一个手指头需要另外一个帮助 你提供给他因材施教的一份教育 这个时候他就得到最好的 你的这份协助 这份照顾 所以基本上的 生活上的基本是可以类似的 是一样的没什么问题 但是每一个孩子独特性 要被看到 要被接受 要被强调 然后孩子就可以 在这个状况之下 把他自己生命更独特的方式发挥出来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要提供很好的一份示范 比如说爸妈他要做一份示范 他不要只是嘴巴说 你们兄弟姐妹要和好相处 结果自己跟自己兄弟姐妹 吵吵闹闹 那小孩会学 小孩真正的教育就是深教 他透过爸爸妈 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可以这样好好相处 小孩他自己跟他的兄弟姐妹 也学会怎么样相处 好吗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我们要建立一个 比较好的一种 互动跟沟通的一个管道 也就是说 如果兄弟姐妹有问题 那这个家庭 一定要有很好的沟通的管道 这份情感交流的管道 碰到问题 解决问题的管道 所以有这样的管道 孩子会学会 碰到问题了 我们怎么样更好的互动沟通 去解决问题 所以即使有竞争 有冲突有问题 不是坏事 而是孩子们 兄弟姐妹们 学习解决冲突 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也是一个 教育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这是在我们认知层面上 可以做的 但是往往 如果往系统里面 更深的系统观来看的话 有时候 有时候手足之间的冲突 它会反映出来 一些关于系统动力的问题 也就是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 甚至更深的家族里面 有一些冲突 没有好好去面对或解决 甚至跟外面的人的一些冲突或竞争 或者是有一些纠纷发生 那这一些冲突的能量 就会被这个家里面的孩子所承接了 孩子承接进来之后 彼此之间就会吸收这样的冲突的力量 带到他们之间的相处 所以系统动力的一份探索很重要 第二个有时候 爸爸妈妈也就是夫妻之间 也有一些相处适合的情况 甚至冲突 那孩子里面就可能有一些 会跟随的爸爸 有一些会承担妈妈的这份情绪 结果爸妈之间的冲突 就变成孩子之间的冲突 之前我们就有个案例 一对兄弟 爸爸妈妈之间有冲突有问题 结果呢 其中一个哥哥 他就向爸爸 一个弟弟就亲妈妈 结果呢 兄弟之间就产生冲突矛盾 结果我们就辅导这对夫妻 他们更好面对他们的问题 当他们问题得到改善之后 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好吗 所以呢 这就是呢 我们面对手足的冲突呢 很重要的几个要点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